小姐 这座宅子离太子府只有咫尺之遥 西行不远呢 便是三省六部与九四五间 此外还有一条密道 他果然信息 将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小姐 你在狩猎场求家太子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肯收东西已是不错了 韩忠元带小姐态度不明 他们此时是不敢贸然同我们结交的 无妨 大路朝天 何该为我仁安乐而看 再说我仁安乐的嫁妆是三万水师 而他太子陪上的却是整个大井 那竟然女水妃竟妄想做太子妃 最近弄得满城风雨啊 连说书先生都在说这档的事 不过在狩猎宴上女水妃身手不错 华真 属下在 今日带回来的犯人处理得如何了 回禀骆大人 铁瓮已经放在刑房了 不过一层皮而已 你吩咐下去 将它装入瓮中 塞满碎柄 几个时辰后拔出来 保证它拖得干干净净 是 下去吧 几个时辰 紫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洛明熙 认不出我了吗 不是 我只是在想 我该叫你紫园 还是叫你安乐 与寒家有关的名字 就不要再提了 叫我安乐 人安乐 好 安乐 任他清风明月 我自安康常乐 这可是你给我取的名字 这几年间 你再朝我再也 辛苦你为我争取十年养尽蓄锐的时间 那还得多亏地家家主 让我将帝家之剑献给韩忠元 若非这样 我又怎会如此年轻就冠败刑部尚书 如今你先是三万水师求聘 又在春寿宴上亮相 这京城已经传遍了 有戴山上的弟子源在 我就是贪恋太子美色的人安乐 我怎么会变得来 你先帮她 请再寻醒 有户 我来